欢迎来到我们的影视娱乐党中央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三个引人注目的娱乐新闻 首先 黄胜一在综艺节目中坦言婚姻中的困惑 让不少观众感同身受 随之而来的是对他和杨子的婚姻状态热意不已 接着菁英奖公布了入围名单 让人惊喜的是赵丽颖和张可颖都获得了提名 这对姐妹党的表现让人期待不已 最后 是小龙的最新动作片 保镖 以700万的成本逆袭 票房表现惊人 让我们看到了他在往大领域的强劲回归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报道 近期综艺节目《再见爱人》中 杨子与黄胜一的婚姻状况 引发了广泛讨论 黄胜一在节目中坦言 自己在婚姻中感到被支配 缺乏真正的自我 尤其是在经历了浪姐之后更为明显 节目中 刘爽的犀利评论 直指杨子在婚姻中表现不佳 指出他对黄胜一的关心不足 甚至将其形容为爹市管理 让黄胜一感到无力和不快乐 刘爽的话语 让黄胜一露出了开心的表情 似乎为她的婚姻状况带来了新的思考与希望 在金英奖的提名名单中 赵丽颖与张可颖的表现引起了观众的热议 赵丽颖凭借风吹半下 有望再度夺得金英事后 而张可颖则因在幸福到万家中饰演的妹妹角色 获得最佳女配角提名 张可颖在剧中的出色表现 特别是一场感人的哭戏 使她收获了观众的认可与赞誉 作为一部热播剧 幸福到万家 不仅在收视上取得了佳绩 也让张可颖的演艺事业 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成为业内备受瞩目的新兴 是小龙在网络电影保镖中成功翻拍经典作品 展现了她在动作片领域的实力 影片以700万的低成本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 是小龙和曲晶晶的真实打戏 让观众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 影片中的两场精彩打戏 被誉为教科书级别 展现了高水平的动作设计与表演 是小龙的回归 不仅让观众重温了港产动作片的魅力 也为她在网络电影市场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显示出她在演艺事业上的持续努力与进步 腾讯 48岁的林心如 最近晒出了一组海边度假的泳装照 展现出她完美的状态 照片中 她身穿蓝色泳衣 搭配太阳眼镜 背景是蔚蓝的海洋和椰子树 令人羡慕 尽管已年过40 林心如的身材和皮肤依然保持得相当好 笑容灿烂 散发出自信与活力 自从在《环珠格格》中饰演紫薇格格后 她的事业稳步上升 不仅出演多部影视作品 还参与好莱坞动画配音 成为一线女星 她与霍建华的婚姻生活 幸福美满 女儿小海豚也备受喜爱 林心如的平和心态和自信 让她在事业与家庭中都取得了成功 网友们纷纷称赞她是人生赢家 腾讯 56岁的翁红最近晒出全家福 与丈夫刘冠婷和17岁的女儿刘氏同框 展现出一家人的高颜值 翁红身穿白色旗袍 妆容精致 皮肤光滑细腻 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她的女儿小水晶 在照片中穿着素色旗袍 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基因 颜值和身材都不逊色于妈妈 翁红与丈夫的合照 展现了她们的幸福 母女俩的合影 则显得温馨动人 网友们纷纷称赞 她们一家是神仙颜值 特别是小水晶的美貌 引发热议 翁红一家 每年都会拍摄全家福 展现出温暖的家庭氛围 和持久的美丽 腾讯 在最近的一场盛典红毯上 刘亦飞以其独特的身材和气质 引发关注 尽管娱乐圈普遍追求瘦的审美 刘亦飞却展现出健康的美 她选择了一件优雅的礼服 露出肩膀 展现出自然的魅力 与其他女星相比 刘亦飞的身材显得更加真实 不刻意追求极端的瘦 反而散发出一种成熟的韵味 尽管有些网友对她的身材进行调侃 但刘亦飞始终保持自信 展现出个性之美 活动中的她不仅是压轴明星 还与盛典主题相呼应 令人印象深刻 文章指出 真正的美在于个体魅力 而非单纯的外在标准 呼吁大家关注健康审美 黑白爵定档 田宇杨旭文主演 矽谷云集 有征服气象 腾讯报道 10月18日 电视剧黑白爵 正式宣布将于10月23日 在优酷独家上线 该剧由杨旭文和田宇主演 配以张志坚 盖月希等多位戏谷及演员 形成强大的演出阵容 剧情围绕公安干警与村霸的斗争展开 展现了正邪较量的主题 充满了现实意义和大尺度的罪恶展现 剧中角色的塑造 尤其是主角们的正义感 预示着邪恶终将被惩处 适合男性观众的口味 编剧导演赵俊凯的过往作品评分不高 但有着丰富经验 观众期待他能在这部剧中实现口碑逆袭 药水哥获得健身赛第三名 一身的肌肉 女粉丝 合影都害羞 腾讯报道 药水哥因其在健身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而备受瞩目 曾是英雄联盟主播的他 因竞争激烈 转型为娱乐主播 最近则因参加拳击比赛 而开始注重身材管理 成功从200斤减肥至一身肌肉 展现出全新的形象 女粉丝们在与他合影时感到害羞 药水哥的变化让人惊叹 颜值提升显著 令人难以想象他之前的样子 他的成功减肥之路 不仅展示了毅力 也激励了许多人 童锦诚再次回应金手指事件 以后进门必须收手机 腾讯报道 童锦诚因与一位女网红的约会事件 引发热议 女网红在社交媒体上曝光了事件 导致双方互对 童锦诚对此表示不满 并透露将采取措施 今后女性来访者必须交出手机 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他还开玩笑称 希望网友不要再称呼他为 愤怒的小鸟 而粉丝们则调侃他 可以卖小鸟挂件 尽管事件已过热度 童锦诚的回应显示了他对流量和舆论的敏感 继续吸引着网友的关注与讨论 锦绣安宁在腾讯的热播中 罗胜远终于在赛文宴上崭露头角 赢得了帝师孙介的青睐 成为他的徒弟 罗伊宁作为他的支持者 不仅给了他机会 还意外带来了一个情敌 帝师的女儿孙从晚 尽管罗胜远对孙从晚没有感情 但他不得不面对这个复杂的局面 故事的转折在于 罗胜远对罗伊宁的情感逐渐加深 而他最终的成功和诠释 也为罗家带来了荣耀 成为了权倾朝野的首辅大人 令人期待他与孙从晚之间的矛盾 如何解决 在《花开如梦》的大结局中 故事的核心并非简单地轮回 而是关于成长与改变 三代女性的命运交织 苏芝的女儿洪继承了母亲的经历 但她的成长却展现出 与前两代不同的自我意识 苏贤和苏芝的故事 反映了对爱情的不同理解与追求 最终洪的存在 象征着一种新的可能性 展示了女性在面对命运时的坚韧与独立 剧中每个角色的选择 都在不断地推动着故事的发展 揭示了更深层次的家庭与个人的关系 在时尚杂志派对上 何游君与西梦瑶的亲密互动 引发了众人的关注 作为年轻的成功企业家 何游君与好友王嘉尔的友情 令人羡慕 两人不仅在事业上相互支持 更在生活中分享快乐 何游君的创业之路充满挑战 但他凭借自己的努力 在电竞行业取得了成功 上市后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活动中 西梦瑶的接地气表现 和两人的默契互动 展现了他们生活中的真实一面 打破了外界对名人的刻板印象 腾讯报道 梅艳芳的母亲梅妈 在经历了一系列家族纷争后 面临破产申请 令人唏嘘 梅妈的100岁生日即将来临 但她的生活并未因破产 而受到太大影响 每月仍可领取高达25万港币的生活费 梅妈的儿子梅启明 因出轨而与妻子产生矛盾 妻子Joey公开指责梅妈资助丈夫养情人 令家庭关系愈发紧张 Joey不仅要求梅启明支付抚养费 还希望她放弃儿子的抚养权 母子之间的关系 也因金钱和情感的纠葛而变得复杂 腾讯的另一篇文章 则聚焦于时尚盛会Vogue红毯 众多女星在此展现独特魅力 成为时尚焦点 田希薇以清新自然的气质 吸引众人目光 而周也则通过姐姐设计的裙子 展现了她的多面性 林云以独特的黑皮和湿发造型 达破常规 于书欣和赵露丝 也在红毯上各展风采 大花杨幂 刘诗诗和刘亦菲 则以成熟优雅的风格赢得赞誉 展现出他们在时尚界的地位与影响力 整体来看 这场红毯盛典 不仅是对美的展示 也是对年轻与成熟之间的碰撞 吸引了众多目光 在唐探1900的杀青报道中 影片的拍摄经历了近三个月 尽管导演陈思成缺席合影 但周润发与工作人员的合影 展现出团队的愉快氛围 影片继续由王宝强和刘浩然主演 周润发的加入则增添了不少话题 影片的演员阵容强大 涵盖了多位知名演员 预计将延续该系列的喜剧与探案风格 尽管唐探1900被视为番外作品 但观众对其春节上映的期待依然高涨 希望能够为陈思成带来新的创作动力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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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